拜登接受访问 他说现在美国完全可以控制局面 他接受哥伦比亚CBS 在15日播出的60分钟节目中提到 作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 不止是最强是历史上最强 美国可以兼顾支持以色列和沃拉 差多个国家他还没说 对台湾和中国的问题 他都可以尽其义务 他们已经当了台湾是国家 这笔仗不知道什么时候算了 在美国如此强盛的地方 他有义务就是 将中东和沃拉两件事都放平 俄罗斯不可能轻举妄动 也不可能转移中东的问题 纳粒 想推翻美国的主导世界力量 也说到伊朗不断支持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 这方面 即是他说 我跟你现在说 我还没有什么定据 即是说 我没跟你算账 随时你再动的话 他也会跟你算账 即是说 你将俄罗斯和沃拉 又绑结在一起了 现在他继续作他的预测 就是说 美国是史上最强 刚才我刚刚想起来 就是讲开这个是Richard Fryman Richard Fryman 很书 很好看 那个名字也挺个人 叫做Sulay you are joking Mr. Fryman 我说说 Sulay you are joking 说他在一个茶会里面 就是英国式的茶会 因为有很多社交危险 他很不耐烦 当时也不经意 那位太太 跟他说 给你茶 他很惊心 他很惊心 然后倒一杯茶给他 那你要奶 还是要柠檬 那Mr. Fryman说 你一样都要 是吧 柠檬你又要 奶你又要倒一杯茶 Sulay you are joking 所以你看到我这样比喻 你很清楚 拜登现在就说 你既要以色列继续侵战中东 继续要 阿拉伯的人民 接受这个事实 你继续用平面新闻的方法 不断开动你的宣传计计 哈马斯首先发动这个攻击 你觉得这个世界可以调和吗 Sulay you are joking 你是把奶和 柠檬放在一起 拜登先生 你是史上最强 不过 好吧 就当你是世界上最强 就是at that moment 不过很快你就会衰落 为什么呢 你的茶既有奶 又有柠檬 有不落口之外 你会反胃 全世界都反胃 好了 接着呢 我刚才说的 很多问题 他们经常用一些平面的 时事新闻去熟试 美国之音作为官媒 又向中国用平面新闻攻击中国 平面新闻的意思是 赤字不提哈马斯 首先发烂攻击以色列 就是说呢 中国始终未达到美国的要求 中国 其实很简单 你应该要站起以色列人的立场 因为以色列人是 伤亡惨重 你不能够赤字不提 在整件事里面来说 其实都算是荒谬 基本上来说 你美国现在做到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 就说 为什么 只要中国在这个时候 要谴责哈马斯呢 那这个就是 用他的身份平面 定格在这里 然后拿出来 向你作出一个质问 如果大家可以跟这个制造走 就会有问题 首先 大家会问 我们不用这个定格 我们应该去什么时候 去说这件事呢 就用回刚才 在《学时报》所说 为什么以色列的人 对他的政府这么不满呢 首先对哈马斯 他当然有十分 就是因为内塔利亚户 他觉得他是极端民族主义 原来极端民族主义 是真的很极端 因为以色列为最大的 这个就是民族主义 好了 拉回来 这个维度 为什么以色列 一直做出一些 这么违反常理的事呢 之前是否有个理性呢 那么看回内地的评论 就是说 其实呢 以色列是有一个负责的机会 或者不是负责 而是救责自己的机会 因为为什么人知道 你包含在阿拉伯的国家里面 整个集团里面 你知道一个很细小的国家 没有中心防御 土地担薄 所以在1994年 这位已经70岁了 这位就叫拉宾 就跟阿拉伯 中间就是克林顿 当时就很清晰 大家是和平 就是提出了一个 有这个的和解 也都是承认巴勒斯坦 在加沙走廊 和约旦西岸地区的部分控制 就是说 有样步 就是说 给一个生存空间的人 所以就在这个 就是 这个拉宾 1994年 就跟几位 包括阿拉伯 和阿拉伯 一起得到 这个 诺贝尔和平奖 1995年 刚才得到 世界和平奖 的肯定 这个就是说 他一次又一次得到和平奖 就是为什么呢 第一个中东的问题 是很符合这个世界和平 所以他得到很高永远 但是又如何呢 1995年 如果拉登下场又如何呢 当他得到这个世界和平奖 的时候 很不幸 就是当 和巴勒斯坦有和解的情况之下 一名右翼的激进犹太主义分子 叫做阿密尔 用了把自制的手枪 向这位当时已经70多岁的总理开枪 打了两枪 中了心盒 那拉宾 你也知道 73岁了 死了 以色列 狼起上年 连自己都害怕 记得这段历史吗 你不记得这段历史说什么事 再说一下美国之音 你只能拿这个 哈马斯的所谓的袭击 你和我们中国说事 你当作中国人猛 明明你们以色列 是有机会去和解中东的和平 是你自己的极端主义的政府 不断地拉你走出这个世界的大局之外 做化外之民 而美国不得不继续去支持他 这笔像 你拿一张照片来跟我说 你当全世界的人都忘了这件事 你当全世界不知道是以色列 现在是极端民族主义控制的政府吗 这是引述《纽约时报》所说的 所以令人咬咬咬咬咬咬 为什么 不是说你保护得不够 以暴亦报 你最强地表最强的军事力量 都控制不了 因为你压缩了另外一个民族 另外一个宗教的体系 它跟你是有利无我的时候 你叫人会怎样呢 所以你不要拿一张照片来跟我再说事 所以说 为什么会交在这个政府的手上呢 不是说你武力的保卫不足 而是你真的走一步是永世 以色列也不会有安宁 以色列有多大 有没有重心防御 你围着的国家十几个阿拉伯 为什么不动手 因为有美国 两个航空航战独群到了 但是中国已经派这个海上力量 可能会对冲你的 或者甚至无论你 一个不过意出第三四世界大战的话 以色列是其实 可能有很多人没有希望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整件事也看回内地的分析 这些人就比较有深度 他说为什么说 对于欧洲美国有什么态度呢 因为欧洲如果比如说 俄罗斯和乌克兰 两个互相作用军事冲突的话 其实这个是紧急 但不重要的 为什么呢 你当乌克兰被俄罗斯被压制了 但是还有很多欧洲国家 包括这个尤其是波兰 和波罗的海国家 都会顶不住 俄罗斯继续向欧洲那边抗杀 还有发挥了德国 所以紧急但不重要 以色列是什么呢 如果以色列真的激动到 是真的有第六次的中共战争 而这个真的是很决定性 全所有的力量都押向这个以色列的时候 不但以色列所谓的那些高科技 已经没问题了 什么晶圆厂 什么芯片设计 都会散开 可以这么说 摧毁了你 甚至于押向你 你要再次流浪 再次去颠倍流利的时候 美国在整个中东就没有牌 还有哪个国家 所以以色列呢 在美国来说 不能够放弃 既紧急有重要 甚至没有决定性 所以现在就是 拜登一来就在那裡 类似当时Richard Friedman 没有什么心情 没有什么在意的说 告诉你 你要什么 加奶还是加柠檬 你说 两个都要 明白了 明白 整件事 拉登就是这样死了 因为拉登就是这样死了 还有哪一个出来说 如果香港可以跟巴解 或者是巴勒斯坦和平 去谈判呢 所以内柏尼厚湖 这个政府就上了一场 所以越走越极端 好了 如果你再不明白我说什么 始终都是人道问题 我看到那些照片 我也是废之不去 我再拿回那些照片 向你中国人抄问 我们怎么说呢 今天他就要讲我的主题 讲完这位 努比尔派1965年的 这个物理学奖得主 也叫做 量子之父 这位人物 他拿了这张照片 在1965年 已经影响到这个所谓的量子力河 好 还有这位 也拿不到这个努比尔派 今年也不例外 今年这个叫做John Foss 这位就是努比尔派1965年 我不是很认识他 所以我也不太知道他说什么 才知道那些小说三文 我不会再上榜了 因为看百年古籍 我也看不明白 我更加不会看一些更加 难懂的外语 其实就是村庄春市 是非常好的 他的小说 他就是一种很孤子自道 很淡然 但问题可以引人入圣的一种不法 大家记得 现在 有一句说话 在黑暴时候 很多人拿出来说 拿出来引述 那黑暴时候 那些人为什么会这么乐意去说 这件事呢 就是村庄春市曾经说一句说话 就是说 以卵击石 在高大坚强的长羽 鸡蛋之间 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无论高长是多正确 鸡蛋多不错 我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 他又说了 拿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说说 黑暴 叫年轻人上街 鸡蛋堪高长 念念有词 念念不忘 但我哪有回响 在什么场合说 就说 原来当时 也挺年轻 就是2009年的村庄春市 其实很想得到 这个罗布尔奖 一次又一次又没有 其实当时我也有些调看 他说 虽然我看你的小说 但是你那时候拿不到 是不是这些小说太流行 太阳热洞 因为看了百年古迟 我看不到 终于放弃 因为我看了很多測考小说 才知道他原来说什么 所以当时 那些小说没有人说 会是难看 你会看到你不放手 你会太流行 我调看他 但我看不到他的位太之处 今日知道 200 2009年 可能有人说他也很失落 于是他又有特拉维夫 就是以色列有个文学奖 于是他去参赞 就是他会去拿奖 但是记得了 1995年之后的以色列 已经是一个极端主义的国家 当时 大家回答 在2009年出现了什么事 当时 以色列也被建了白斯坦 出现了人道危机 当时有超过千人 当时也被以色列遗困 当时他很著名的所谓的说话 就说出来了 就是说 鸡蛋嵌高墙的话 我是会站在鸡蛋这一边 都很勇敢 你知道你去以色列 已经是一个极端国家 民族主义的国家 鸡蛋嵌高墙是什么意思 我永远都站在鸡蛋方面 昨天看我 那些人经常都拿出来讲黑暴 叫那些学校 学生仔上场 上去街上做破坏工作 因为你是鸡蛋 所以永远是正确 那我不回忆 今天回来 耶路撒冷文学长 他有一篇很长的演说 那我不在这里跟你覆述 只不过他有一个交接 就说我来不来这个耶路撒冷奖好呢 当时他说他批出了他这个 心理的交战 为什么 你在做人类危机的事 以色列 如果这次他拿了多少张照片来看都好 我用回村上春树的说话跟你说 你有什么感觉呢 村上春树能够起这个 这么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 在这个这么重要的场合里面 能够说这句话 其实不是真是伟大呢 你就不要拿出来 放下去 叫人家黑暴上街 我又教识大家 就是说 原来这个来源 是来自这个场合 是不是看时事 是不是要看得很多很多面 你是不是要有一个深度 一个层次才行 不是说我们说贪方便 说完就算 为什么呢 年轻人会怎么感受呢 是不是 年轻人不看我们也不要紧 那你其实说 很多这种的 其实更加有色之事 是不是应该要 真的不要从一个平变去变做事呢 那不在平变方面 就知道春上春树 今次清清楚楚 告诉你 他拿耶路撒冷文学奖 他那时候说 他心里面很交战 但是他敢说这句话 对着以色列说 鸡蛋坑高长的话 他永远站在鸡蛋那边 所以你不要拿出来 再无限度隐身 放在黑暴和牙星隔日里面 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 所谓叫做问题 好了 再说 一个文学奖 这次出现残说 就很大机会再计 莫言得到这个 诺佩尔文学奖 不过就是 这位挪威的作家 但是我也很欣赏 其实很多人就说 莫言如何如何 就是说他又不是很 什么 不是很够深度 或者不是很什么 但是他说话 我真是很 你看了 我不说了 就是你在苏妍面前 你不要说什么 坏话 不要在狗的面前 说骨头不好 因为你说的说话 遗免了他们的观点 他就会垃圾指责 他就会攻击你 原来小说家 也有人反对 也有人赞成 那为什么我这么看重 这个说话呢 莫言也不是做 时事评论 他也可以说这个说话 真是有心到 所以说 打开门 不怕见到呼应和狗 就是说 莫言已经说了 为了你知道 这个世界规律就是这样 对吧 那有时候 就是为了 越成功的人 就会见到很多 你不愿意见的东西 但是其实这些 就是养分 你明白我说什么就行了 不要对恶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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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楼台有很多 独家内容 例如《十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陆语人金融Hi-T 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陆语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 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